然後幾個人 幾個人現在現場到了 第一個就是 其實剛剛第三題還沒講完 第三題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再建立一個新圖稱 再填滿白色 然後要用什麼 剛剛上面是顏色覆蓋 它這邊要用漸層覆蓋 有點像是最後你們可以看一下完成檔 完成檔你會發現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看到我們剛剛做的 完成檔你會發現 它其實有一個漸層的效果 而且這個漸層的效果 是由左到右 有沒有 都是垂直的 然後先紅色 紅層黃綠藍電子 然後再紅層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要做這樣的效果進來的話 怎麼做 其實這個是我們剛剛第三題後面的 做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再新增一個塗層 第二個再一樣填入白色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 直接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塗層樣 這個就是塗層樣式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漸層覆蓋 所以要把漸層覆蓋打勾 所以要把漸層覆蓋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記得喔 你要點選 特別注意 你們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用漸層覆蓋要設定的話 一定要把游標點這裡 你不能 好像它預設好像會 沒有點到 所以要取下來 點兩下 你記得喔 這邊除了打勾之外有沒有 要游標要點這邊一下 像剛剛那個顏色覆蓋也是一樣 你如果沒點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設定上面的混合模式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然後呢 它要漸層 可是它漸層是彩色的 所以彩色的話 你必須要變更一下 那我們看到喔 這邊有個漸層的一些樣式 其中哪個彩色比較接近呢 看起來好像是這個吧 紅層黃綠 有沒有 應該是從那邊 紅層黃綠藍電子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 等於是說 如果這邊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 這個方向的話 有點像這個方向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點這個一下 有沒有 但是它方向不對耶 它應該 它現在是從上到下 可是實際上 這樣應該是把它轉過來 應該是從這邊到這邊才對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們可能 有沒有辦法改變它的方向 你會發現90度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剛剛講的 有左邊 那把這條線有沒有 轉到左邊來就可以了 轉到左邊剛好180 有沒有發現 紅層黃綠藍電子 其實這邊應該是紅層黃綠 又重複 有點彩色的顏色 那看一下 OK 按確定 好 然後呢 切過來看一下 好像有接近了 可是問題來了 它現在整個遮住了耶 那怎麼樣讓它 半透明 有點像一個色膜在上面 那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不外乎就是填滿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不是填滿 你即便把填滿改成0 它還是不為所動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漸層效果 所以請你改動不透明 大概多少呢 其實我大概試了一下 大概差不多20左右 有沒有發現 可是20好像又有點不太夠 好像有點接近了 差不多啦 OK 那另外的話 好像漸層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 好像感覺又有點不太 反正接近就可以了 他說接近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完成第二個圖層的樣式 所以特別注意 我剛剛一一新增一個圖層 二快點兩下 點這邊漸層 然後修改這個漸層效果 並且改成角度180 另外是不是可以從這邊調整 對 它好像還可以調 所以如果你想要調得完全剛剛好 也許你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動一點手腳 不過我是覺得 哇 這太花時間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再增加一個漸層覆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